关注不迷路,每天更新故事,先点赞收藏再看哦。 北宋仁宗年间,孔子的家乡山东衍州扶去复县,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案件,秀采吕如芳的妻子陈氏,刚洗完澡就被人玷污杀害,而且她口寒鲜血,门窗也从里面锁好了,凶手却不知去向。 当时,吕家七岁的婢女邱贵,听到竹母的孩子在啼哭,就过来喊她,却没有人鹰,推门又推不开,只好去喊住在隔壁的仆人承儿的妻子春香。 两人一起破门进屋后,发现竹母陈氏早就已经死了,两人大惊失色,急忙跑出来去喊族人帮忙。 大家商议后,就让刚收庄稼回来的仆人承儿,立刻写了状子,来到了县衙上岗。 县令不敢怠慢,急忙带了一帮衙衣和武座前去验尸,只见陈氏弹身露体,口中流出鲜血,脖子上也是一片青紫色,死状甚惨。 验完尸后,县令就领官差将她赶紧收敛了。 这时,在围观人群中的吴十四和吴兆生兄弟俩对县令说,这个妇人一向光明正大,想必是遭人强奸时,她拼命喊叫,最后被贼人给掐死了。 而她的仆人承儿的妻子春香,一直跟张茂七私通,人尽皆知,很可能是他们和谋做的。 县令听了,觉得很有道理,就把承儿、春香和张茂七等人一起带回了衙门。 还命人把陈氏的孩子,送到了他母亲家里去哺乳。 在宫堂上,县令仔细地询问了陈儿,得知陈氏正是当地父护吕玉仁的独生子,吕如芳的妻子。 吕如芳生的俊朗非凡,而且从小聪明过人,十岁就考中了秀才。 深得区父县教习父使陈邦默的喜爱,便托人将女儿月应许配给了他。 几年后,吕如芳长大成人,吕玉仁托表兄赋文学,想陈邦默约好了日子,就给两人办了婚事。 在两位新人中,吕如芳才高八斗,前程万里,陈月英国色天资,惹人羡慕。 大家都说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。 谁知,在婚后不久,吕玉仁夫妇俩双双因病亡故。 吕如芳悲痛不已,为父母守孝三年后,又和妻子陈氏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取名叫林儿。 孩子刚生下不久,吕如芳因求去公民心切,便抛下了妻儿前去赶考,谁知在路上遇见了倭寇,被他们给抓走了。 只有仆人承二逃了回来。 县令听完承二的述说,又问他道,你的主母被人强奸致死,都说是你的妻子春香和张茂妻通奸同谋,你难道不知道吗? 承二答道,小人这几天正在忙着收割庄稼,昨天才回来。 详细的情况我也不知道,还请大老爷去问小人的妻子春香便清楚了。 县令点了点头,就问春香道,有人说你与张茂妻通奸合谋,强奸杀害了主母,你快从十招来,以免皮肉受苦。 春香大喊冤枉,急忙辩解道,大老爷,小妇人与张茂妻通奸不假,却并没有合谋强奸主母。 县令不信,宁人对她用刑,将她加了起来。 春香受刑不过,只好招任道,大老爷,我真的没有杀害主母,只是张茂妻见主母年轻貌美,曾经跟我说过,让我去帮忙给她撮合。 我见主母光明正大,不肯去做。 现在想来,杀害主母的事情,一定是张茂妻干的。 张茂妻一听跳了起来,分辨道,我当时只是随口一说,后来就把此事丢开了,我并没有杀人。 县令大怒,宁人将她痛打了一顿,扔在一边,又宁人将秋桂带了上来,好言倦未道,你知道你家主母是怎么死的吗? 秋桂虽然只有七岁,却聪颖无比,慢条思理地说道,我也不知道。 只是主母洗澡时,让我打完水后就看着小孩,她进屋后又关了前后屋门。 我曾隐约听到里面有些声响,像是嘴里说不出话来的样子,随后便没有声音了。 后来,孩子提哭,我就去找主母,门还是关着的,里面也没有动静。 我只好去喊春香姐姐,一起从后面的暗道进去,发现她已经死了。 县令听罢,沉吟了片刻,问她道,吴十四,吴赵生两人以前来过你们家吗? 秋桂答道,没有来过,县令又问,张茂七曾经来过吗? 秋桂道,她倒是经常来我们家,一来就去与春香姐姐调笑。 县令见状,也不再发问,便提笔判道,张茂七与春香同谋,由春香安排她藏在暗道。 趁陈氏洗澡时突然闯入,意图强奸陈氏,谁知陈氏抵死不从,大声喊叫,张茂七担心事情败露,就将她掐死了。 春香见死了主母,索性喊叫起来,又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张茂七。 接着,还判了他们的死罪,又让诚儿回去先将陈氏埋葬了。 案子一经定业,县令便将案卷写了公文报告给上司,指代批复后在燕宁正身,将他们秋后处斩。 几天后,刚好包公带天子巡视百官,路过屈腹县,张茂七的父亲张学六,听说儿子冤枉,就写了壮旨告到了包公坐下,说屈腹县令去打成招,草菅人命。 包公接了撞旨,仔细地审阅了这件案子的卷宗,又将张茂七带来公堂,对他说,你的死罪已经定了,未免再受皮肉之苦,你赶快将陈氏房中的家具物事一一到来。 张茂七急道,青天大老爷,我并没有去过他的房中,怎么可能说得出来呢?包公不听,宁人要对他示意重心。 张茂七叫苦不迭,只好胡说了一通。包公命人寄了下来,稍一对比,发现完全对不上,心中不免有些疑惑。 当天晚上,包公又在思考案情,却突然一阵倦意袭来,不由得扶在岸上睡着了。 仿佛之中,有一个女子跪在他面前,对他张口吟了几句诗,一时利口服人事。 巴斯还夸一了居,舌尖流口含幽怨,蜘蛛横死恨方楚,说罢,又隐隐而退。 包公大惊,一下子醒了过来,发现原来只是一个梦,可又看到有一只大蜘蛛,已经口开舌断,死在了卷宗上面。 包公百思不得弃解,不知道梦的含义是什么,只是猜测陈氏的死因,不是姓氏的人干的,就是姓朱的人干的。 第二天,包公又将春香带上了公堂,问他道,你家亲眷和朋友中,可有什么姓氏的和姓朱的人? 春香想了想说,倒是没有听说过有姓氏的人,只有一位吏部的朱公子朱洪史,曾与我家主人吕相公相好,只是主人被掳走后,他就再也没有来过。 这位朱公子和黄国财相公,就在附近读书。 包公听了,挥手让他下去了,又细细思索了一番,最后恍然大悟。 第一句的义是利口服人士,义是个利字,利口服是个不字,第二句的巴斯还夸伊勒居,巴斯是个公字,伊勒是个个子字,这两句分明就是说的利不公字。 而第三句的舌尖流口还幽怨,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 第四句的蜘蛛横死恨方厨,横死的谐音是红屎,也就是说只有朱红屎死了,才能发泄他的仇恨。 想到这里,包公恍然大悟。 第二天,包公来到县里评判秀才们的书法,把朱红屎列为第一,黄国财列入第二。 又对朱红屎的书法大为赞赏,却发现他的舌头有点不同,就让他先行退下,趁机问黄国财道,朱红屎相貌堂堂,文采出众,怎么舌头好像有点问题呢? 黄国财答道,他原来不是这样的,我们曾一起在重逢里读书。 他却忽然在六月初八这天夜里丢失了舌尖,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所以说话不太利索。 包公想到案卷中记载的陈氏被杀正是六月初八的晚上,两者正好相同,就派人又将朱红屎居来审问,稍一用心,他便立刻全部招供了。 原来,朱红屎曾经在吕如芳和陈月英的婚礼上见过他,被他的美貌所吸引,以致无法自拔。 到了吕如芳对卢走后,他经多方打听,得知张茂七和陈氏的女仆春香偷情,春香家还有一道暗门,可以直接通到陈氏的中间房屋。 于是,他就订了一个计策,趁承儿不在家时,悄悄地找了个机会藏进了暗道,又进入了陈氏里间的房屋。 陈氏进来洗澡时,刚洗到一半,突然记起里间的门还没有关,便走出来关门。 这时,朱红屎突然冲了出来,搂住他就要用枪。 陈氏抵死不从,趁机咬掉了他的舌尖。 朱红屎大怒,伸手把他掐死了,又匆匆忙忙地从暗道里逃走了。 至此,这件奇案终于真相大败,包公命运将张茂七和春香各自打了五十大板后予以释放,随即由张榜公布了朱红屎所犯的罪行,将他斩首示众。 好了,本期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,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 感谢您的观看,如果想看更多故事,欢迎关注。